我是2010年 拿了全場總冠軍 拿獎後我去了英國Viuen Westwood實習 然後在日本進修和開始自己品牌 我的品牌叫Swanzee 其實是一些有型的女性 回到今年的設計師覺得很辛苦 很艱辛 但是完了是很開心的事 我是2011年YDC的入圍設計師 我的品牌的名字叫Flux 它的意思就像一個Waterflow 就是一個不會跟著別人去做 但是有自己一套的品牌 今季這個collection比我上一季更加Feminine 主要是玩印花和Cutting 比較修身的線條 Belgium Belgium 我是2011年時尚入服組的冠軍 我是2010年Casualwear做的Founders 那一屆完略之後YDC就有一個公開 就是公開一些香港新進的設計師 我們的品牌的名字叫Morpheus 這個是一個希臘的神的名字 我們今次就主要嘗試涉及一些斟職的東西 我們自己就在家用機器去搜集一些斟職的東西 希望自己的collection的設計可以豐富一些 我是2010年的YDC Winner Party & Evening Wear Group 之後我去了英國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 完成我的讀書 我的品牌是叫Sepp Yearn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主要是專注於深色和Fur的方面 和這個組合是深色的 我獲得全場總冠軍和馬莊總冠軍 贏了之後首先會有很多傳媒去訪問我 接觸我 令到我的曝光率都多了 其實現在我正在做自己的品牌 Hunk 現在其實在網上商店 或者在商店做一些記賣的活動 選項者的部品 在商店做一件事 是封面的 在商店做一件事 也要是有些擅長 也要看一件事 可抑慮 你可抑慮